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Wahala的另外一款免费的插件 叫做Freak Echo 是一个简单 但是可以调出特别神奇 特别诡异的声音的一个插件 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我是Alex 这个Wahala的Freak Echo 这个插件实际上 功能上来说真的是特别简单 但是你得需要大概知道 有怎么去用它 用这种插件的时候 你最好有一个简单的 MIDI的那个控制器 这样的话你可以多个参数一起调节 然后慢慢找到你想要的声音 或者调整那种声音 它更像是一个演奏的 一个小的设备 有很多人玩Synthesizer之类的 上面调的那些东西 它的控制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 干湿信号的混合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延迟的时间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延迟 加上频率变换的这么一个功能 你可以在这设置延迟时间 你可以在这设置你的Sync 就是根据你的项目的拍子一起的 接下来有一个Shift 这个Shift实际上就是 让你每一个回来的声音 音调不断的声调或者降调 按照赫兹来升降 然后有Feedback 最后是高低切 控制你输出的信号的高切和低切 所以我们来听一个 特别简单的一个声音 这个地方有一个Shaker 就是那个零钱罐那个Shaker 里边放了硬币 如果我们把这个放进去 是这样的声音 听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把它放上100%的失信号 延迟多一些 再多一些 听起来就像一个简单的延迟的效果 如果你开始把这个东西调整起来的话 比如咱们放在8.37赫兹 它每一个声音会加这么一点点的频率 当然可以加更多 降回来 你会觉得这东西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 你把一些音乐放进去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去用这个声音 尤其是要用这个Feedback 你要记住这个Feedback这个功能 实际上是把你这个效果产生的信号再放回来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当你的信号的Feedback的声音 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能保持一条线 或者声音越来越大 而不是嘚嘚嘚嘚嘚嘚嘚 可能就一直在那重复 所以你就可以在一直重复的信号上 通过修改你一直重复的信号呢 来改变你整个这个声音的风格 我们随便试一下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声音慢慢慢慢就这样变化 而这样的话 可以切掉很多高频 如果你希望高频反回来多的话 吸油镜那种感觉出来了 当你觉得声音太大的时候 你就降低你的Feedback 让我们 你觉得没有声音了 现在你把低频再Feedback回来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开始 调整你的延迟 或者是调整你的任何的Shift 你就可以改变很多很多的声音 或者你把它调得特别特别低 之类的 有各种各样的奇怪 OK 已经爆掉了 所以之类 有各种各样奇怪的调整的方法 当然这只是基于一个 这个Shaker的这个声音 比较真实的一个声音 比如说我们现在放一个鼓的声音上面 这个鼓呢 我发送出去的音轨 如果没有的话 听到这个鼓是这样的声音 现在放进去 记住了 所有这些数字你是需要去调整的 你很难拿这一个插件 你如果只是把这个插件搁进来 放一个简单设置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而你需要去调整 比如说你可以用Feedback 在你的低鼓出来的时候呢 把它打开 其他的时候呢关掉 比如说像这样 如果原来的声音是这样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拿它去增加很多 叠很多这种声音的层 把它放在另外一个Synthesize的上面 如果没有的话是这样的声音 放进去 你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延迟吗 其实你可以这样 你把它这个Shift稍微变一点点 它一下就可以 你很多那种空间感 而且每一个Tap 每一个声音出来的时候 好像都位置都不太一样 然后你觉得再加一个响 加一个像Supermassive这种的 就会增加很多的那种效果 你一定要需要调它 不然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很无聊 甚至呢 你调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延迟 然后呢 每一次把它切回来的时候 那个声音把它录出来 可以当做一个特效应 比如说像这样 可能听得不太清楚 自己听 因为你 时间变长的时候 你的声音是变成 那种像词带方慢的声音 首先呢 这个东西是 你需要去研究一下 怎么用它的feedback 先当时你控制一个 不断地改变的音频 回到你的插件里面 不断不断不断地 产生新的内容 而且 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shift 你稍微加一叮叮点 是特别特别好听的 加多了就不对了 除非你想做什么 特别特别奇怪的声音 对大概是这样 你可以呢 用它去自己录一个东西 用这种自动化曲线 很多插件里面支持 自动化曲线 然后你就不断地去调整这个 然后呢 根据 把你所有调整的东西都录下来 变成你的这种音乐演奏的一部分 用它去做一些很奇怪的效果 所以呢 这个就是Vohala的Freak Echo 挺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小的插件 你可以拿它去搭配 像 它另外一款 Supermassive 然后呢 这两个可以互相 一个负责做 演奏用的这种 延迟和变调的 另外一个可以做一些混响 或者一些空间感 所以呢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下 Vohala的Freak Echo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的事 拜拜 拜拜